今天 大家好 今天是講這個 就是 Semantic Segmentation 這個主題 那基本上在 好 這個主題上 大家已經熟了 然後 應該說我會 繞著這個主題講 但是會有 這篇 paper 當成 這層的主題 和起實力 那這篇 paper 名字是 Fully Convolutional Network for Semantic Segmentation 那這篇是由 Russie Berger 他們 對所 做出來的 paper 當 大家有看到 然後 Slide 跟 等等 那基本上在電腦視覺 有幾個 比較主流 主流的問題 那 比較主流的問題 比如說 一開始大家會 注重在 影響電視 電視這件事情 會被 風格的變成一個 publication 問題 所以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會想要知道 在這個照片裡面 有什麼東西 那有什麼東西 這件事情 會變成一個 publication 問題 那接下來就會變成 不能說接下來 應該說還有另外一種問題 另外一種問題叫做 物件電視 那物件電視這個東西 它是除了 publication 以外 我還要知道它在哪裡 是 location 所以第二張圖 第二張圖的話 就是說我要知道 地方照片裡面 它是什麼東西 而且這個東西在哪裡 OK 那接下來還會有一個 會有一個多 多物件的 那個物件分 物件偵測的問題 就是objectification 那那個就是多物件 那今天要講的問題 比較不一樣 它叫 有人把它叫另外一個名字 叫instance segmentation 那instance指的是 就是這個東西 這個實體 OK 那這個 segmentation的話 就表示說 我要把 把這個東西的 環環給畫出來 OK 所以我會有它的文獲 好 那所以今天要講的東西 叫 smantic segmentation 那就是 其實是 跟最後一件事情 同樣的形式 同樣的問題 同樣的任務 那 在smantic segmentation 這個東西上面 應該說這個問題上面來說 它 情況是怎樣 就是 我要把一個 輪廓給畫出來 代表是說 我在 補片上面的 每一個pixel 那每一個pixel 它有它的 legal 對 它有它的legal 也就是說 前面我們把問題 都會變成 一個 education 問題 代表是說 這個物件 或者說這張圖 它會對應到 某一個 什麼 一個class 或者某一個legal 那在 semantic segmentation 這裏的話 就變成說 要把範圍所小 變得更精確 那變得更精確的話 變成是說 我要把每一個pixel 都assine 一個legal 或者一個class 給它 所以說 就是 我們會 看到比如說 像這張照片 這張照片你可以看到 比如說 有樹 有草地 有天空 那 就必須要把裡面的每一個pixel 去assize 比如說 那個是草地 然後那個是整個pixel 然後那邊是tree 然後那邊是天空 好 那所以 semantic segmentation 大概是這樣子的問題 就是我要知道 我給你這張照片 然後你要跟我說 它的哪一個pixel 是什麼東西 OK 那所以說 哪一個pixel 都有它的fable 那 從 字面上看 就是 它叫 semantic segmentation Signation 就是 分的意思 切 把那個東西給切出來 那 semantic這個意思 它比較 大家可能不會直接影響到 semantic 就是語意的意思 就是 它直接翻譯中 會對於語意 那 語意這個東西 聽起來很像是 在語言上面 你會去講 比如說 有語法 語意 可是 你很難 影響說 在圖片上面的語意是什麼 OK 那圖片上面的語意指的就是 這個東西 它是什麼 OK 所以這個東西 是什麼 這個東西 這件事情 叫做圖片上面的語意 那所以說 我要把裡面的語意給切割出來 或者說 切分出來 那所以說 我們會把這個樣子的任務 叫做semantic segmentation 那一般來說 那一般來說 在semantic segmentation 這個任務上面來說 它一般會被封熱為成一個 應該說大家都在做類似的問題 那做類似的問題 有類似的架構 或者是類似的方法 那基本上如果你是用 或者是 用 基本上 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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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裝備 用 你 用 無 材料 有 存在 向 使用 有 用 使用 無 k mos 這個它預測出來Label或Cas 拿去很正正的Label或Cas做比對 每一個Label跟Cas做比對 如果在前面做像驗室的話 它是一張圖一個Label 所以它就算一個Example 它會有一個 你可以去計算它的Loss Function 你的Loss Function就會有一個 但是在這邊的話 然後我們每一個Pixel都有一個Label 所以每一個Pixel都可以有一個 經由Loss Function去計算出來的C 所以說你每一個Pixel都會有一個C 那都會有一個Loss 都會有一個Loss 所以在這邊的話 會每一個Pixel都會去計算它的Loss 那接下來的話 如果我們要做這個議題 做這個問題 那它會碰到一些問題 再以往會碰到一些問題 或者以往大家會碰到一些問題 那第一個就是說 我要怎麼去做一個Dance的Credition Dance的Credition是甚麼意思 不是說我們在以前在做很強電視的時候 我們是一整張圖 每一個Label 那在這邊我們需要做的是 對每一個Pixel都給一個Label 那所以說我要去對每一個Pixel 都做一次測試 那所以說我們需要做的是 整張圖的每一個Pixel都給一個Label 那這樣子的 他們叫做 這樣子的事情 他們叫做 Dance Position 就是我要做很密集的一個Reset OK 那這個東西以前我們做 這個東西以前他們就會把 因為在像電視上面一開始 他們都是切 如果用DN的話 他們大概都會切同樣的大小 就是我普遍的 我的Sample 207 或是Tastic 7 它的那個 普遍的大小 基本方式要切成 那我要切成一次的這件事情 他們就會把它變成 也是把它切 要切 但是它叫做Catch Catch的話就是 Catch是補丁的意思 那補丁你就會看到 東西是一塊一塊 那其實它是這樣做 就是把整張圖片切成 很多的格子丁 它的格子狀的 的 補丁 然後從這些格子裡面去選出模塊出來 然後丟下去做Tranning 那每一塊選出來的都是一樣大小 OK 那所以這個叫Patchwise的Tranning 所以說以前他們就是直接 先把一張大的 大的Image 把它切成比較小的 現在的圈套 都會這樣做 那再來就是說 以前的問題就是說 以前只能做比較小的Model 他比較小的Model 他說 嗯 比較小的Model這件事情是 就是說 我必須要切嘛 那我必須要切它的那個 大小A限制在一定的發音上面 那所以說 這樣子的話 它在辨識的放語的來說 不能說很大 就是它就是你Model去看 這整張圈 我會在看Patchwise的那個大小A限制 所以 這個是 以前做的事情 然後還有就是說 以前在做的時候 需要做很多後處理 就是說我的Model 辨識出來不是這麼的漂亮 不是這麼的方便 他會再接其他的融資 下去做好處理 比如說 嗯 這邊有列了列痕心 然後這些在副歌上 嗯 大概 一二個 chapter 對 那個Model 可能連大家可以看到 比較多的朋友 然後 然後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如果用那個 DivDenning做的話 那DivDenning會有Elevation Function 那Elevation Function 你基本上 如果你是用Small 或者是 用HunterValue Timing的話 它都會有Saturation的問題 OK 就是 你的那個 Elevation Function 在Run的時候 它會達到好的 OK 那 這是以前的問題 然後還有那個 這個問題 跟上面問題 好 然後 再來 前任有做一些嘗試 前任會做一些嘗試 這些嘗試是指說 他們會在 Input 的時候 他會先做一個 Shift 然後再丟下去 做Conversion 這個我 等下 會有些嘗試 然後 會有些嘗試 然後 然後 再來就是 有些會給Body Scale 這個 這個 也是 前任所做的嘗試 然後 它不一定 好 可以聽話 但是 上面這些 大概會是 比較 有限制性的 部分 然後 前面有講到 就是 Resentable 這個東西 那 Resentable 這個東西 一般來說 應該說 這個詞 原本是從 醫學的 詞來的 那 Resentable 就是說 在你的 眼鏡裡面 那你的 每一個 神經器 把它 接收到的訊息 那 這個接收到的訊息 它 你把它 回彙到 你的 你的 那個圖片上面 那 這個圖片上面 它的 幻度 也有多大 OK 比如說 像那個 紅色的神經元 那那個 紅色神經元 它所接收到的訊息 是 那兩個 白色的 連線 的訊息 都會傳到 它身上 那當那個 紅色神經元 它 就是當跳起來的時候 它是 看到什麼東西 所以它 比較遠 它是看到什麼東西 所以它 所以它 看到的東西 是 一個 那 Resentable 這個東西 我們會去討論說 它的Size 大小 就是它可以 電視的範圍 或者是 物件到底多大 然後 這樣大的話 它 可能會比較複雜 OK 那 當然 當然 你 那個 神經網路 越往後 臀 就是越深 那越深 你的那個 神經元 越在路 越大 越大 因為它的 然後 一直把它 在此 某種程度上做壓縮跟鎖小 然後 所以說 越往後 一個神經元 它 它 所 代表 或者說 它會 active 的時候 是因為它看到 一個比較大的 比較複雜的東西 那 這天的idea 這天的idea 基本上 我們要解決也是前面的問題 就是 desk 就是 前面有一些成功的案例 比如說 大家有什麼想法 應該有什麼 IOS 內部 內部 那些東西都是做便室 那些東西都是做便室 那 他們做的東西都是一整張庫片去做分類 看它是長什麼樣子 但是它並沒有把它 做一個 dext position 那 所以說 這邊的出發點是這樣 就是 或者它要把 我要辨識的東西 切成兩個部分 兩個部分 兩個部分是 兩個部分就是說 它會有所謂的 semantics 跟location 的問題 就是說 我要 我要知道這個東西是什麼 所以說 我要知道這個東西是什麼 它會有兩個問題 一個問題就是說 這個東西是什麼 還有 它在哪裡 所以 這個東西是什麼 作者把它叫做 這個是它的原因 這是它的指導 就是它的指導 它在哪裡 是它的location 方面 所以說 作者 是說 那我們會去 截取兩個部分的資訊 兩個部分的資訊 就是 第一個 你會有一個google的資訊 是一個比較大的資訊 那 這個google的資訊 可以去回答說 這個東西是什麼 那再來就是說 你會有一些local的資訊 這些local的資訊 你可以去回答說 這個東西在哪裡 OK 所以說 你把這兩個資訊 把它整合起來的話 你就可以得到 就是 google的資訊 它可以回答 它是什麼東西 它就會形成 這個圖片的意義 那 logo的資訊 它可以跟你說 它在哪裡 那你就可以去 形成它 在 圖片上哪個位置 的 這樣 那把這兩個東西 結合起來 你就可以對每一個 每一個手做 自己的選擇 OK 這個是 作者的idea 那這個idea 要怎麼 怎麼實作呢 就是 一開始拿錢丟出來 就是 以往 大家都是有patch 不定 不壞一塊 那作者不希望這樣做 作者希望說 我整張庫丟下去 可以直接選擇 然後 patch也是 直接做在 那再來就是說 我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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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的 resipid build 就是每個神經元的 resipid build 可以 某部分的重疊 比較大的重疊 讓比較大的重疊 這樣子的話 它可以去增加 它的 優勢值 那這個後面 會跟大家說 就是 那 再來就是說 他們的做法 是這樣 就是 他們希望說 嗯 這個 我不確定 他們 是什麼想的 但是 他們做的是 transfered 就是說 他們把以往已經 傳好了 然後拿來 做修改 做修改之後 做mintube 那mintube之後 就可以變成 他們的 自己的network 然後 然後 嗯 然後接下來 那所以說 作者他們提出來 就是說 Fully Convertional Network 這樣子 Fully Convertional Network 不 它們 就一次 用Fully Convertional Layer 然後用Fully Layer 它把後面的那個 Fully Convertive Network 打掉 然後 後面有Fully Convertive 的類型 所以說 他們做的方法就是 我們前面都是做 conversion 那conversion到我們 一定的程度之後 它在做 所謂的 up simple 以前 你在 以前在做 pooling的時候 是當genre 那 在這邊的時候 它做的是up 那 up simple 它就可以把 你的 data原本 壓的比較小 那它就直接做 換來 OK 好 那它怎麼做 第一個就是 它把那個 以前在做 configation 的部分 configation 就是相對應 會對應到 那個 那 那 那 作為 configation 全部換成configation 所以說 你會看到 就是 看到 就是 以前 你在做 configation 到我一定程度的時候 你會把它拉直 然後把它拉直之後 你就會變成一個 項鍊一個項鍊一個項鍊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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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 作為configation 這個 沒有 那 它把這邊 完全變成configation OK 那 就只會發現說 就是 你configation 從出來的東西 出來的東西 那 那個 那 那個 像那個樣子 比如說 如果 它會去辨識到 貓這個東西 貓這個東西的神經 跟它 所 曝出來的 它就會看起來 像 T-Man的那個樣子 OK 只是說 它會去把 貓的那個 pixel 附近 的 那個 它的 嗯 對 就是它 feature map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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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它做了這件事情 那 我就可以 三號 就去抓到 貓的 一個 位置 跟 它的 global information 這樣子 那 那接著它 再去做一件事情 就是 我把 以往的 configation 換掉 然後換成 configation 那換成 configation 之後 接下來我要接 讓它可以去做每一個 vixel 做configation 前面還沒有 前面只有把東西 然後換成configation 那 你可以從 那個 feature map 上面去看到它 好像可以 這樣做 那接下來 要去做 dance position 的話 基本上 策略上來說 就是做 austimple 那 austimple 的話 可以做的做法 有兩種 你看 有兩種 那 第一種的話 叫做 shipped and stitch 那shipped and stitch 是前人有提過的一個方法 那接下來 另外一個方法是 就是 立方多選 那立方多選 是作者 他們 應該是他們提的 或想到的 那 shipped and stitch 怎麼做 shipped and stitch 有點 提到 基本上是這樣 就是 我們 一張 image 一張image 就是大家看到 像那個 就是黑色的黑的部分 那 裡面的數字 是 每一個pixel的幾 大家把它想成 每一個pixel的幾 那 外面的那一圈 白色的是 pixel的部分 ok 那 我會做一件事情 就是 比如說 我是做 二神二的 convolution 那如果我是做 convolution的話 就會 比如說 我就從第一張圖看來做 那 紅色的 二神二的方法 那 你掃出來 你就會得到 黃色的那一張 ok 那 接下來呢 我把我的image image 往 這邊 往這邊 往這邊移一個 就是往左邊移一個 那 往左邊移一個 我一樣做二重二的 橘色的 那個 kernel 或者 build up 開始做convolution 那你就會得到 橘色的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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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 然後一樣 這個是往上移 然後這個是往左上移 然後這個是往左上移 所以你就會得到 四張不同的 convolution 結果 那 這個步驟教訓 就是我把 普遍 往左往上移 大家有看到就是 白色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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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被切掉 白色的部分 那個又擠掉掉 因為白色的部分 是那個 邊緣的部分 邊緣 邊緣 然後我再把它拼回去 所以這個方法叫做 shift and stitch 那這個方法的話 他就可以去 某種程度做 放大 或者是 一樣 都放大 所以 shift 指的是 我在 dumich 做shift 先做weight 然後去做convolution 他再把它 比如說 黃色的這個 黃色的 黃色的 黃色的這張步 他再把它拉大 變成 1 135 然後 11 1315 然後 2 1 2 3 2 3 我再把它拉大 那 所以說這邊 只有做四種的說法 所以說 你可以做更多種 你可以做更多種的話 它的 那個 圖片 最後 產生出來的結果 就會變大 OK 那這邊是做 剛好跟 剛好跟月圖 同樣的size OK 那如果這個方法 做出來之後 就是 作者發現 效果還好 好 那第二種方法 就是做 Dep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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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張圖是用 Depolution 用Network內容 那一天 配對的 好 那Depolution 故名之一 它就是 Polution 的 它叫 Transpulse OK 可是 基本上就是說 Colution 是這樣 就是我有一張圖 然後 我 會有 這個綠色 這個是Cernal 然後 這個Cernal 會在那邊死亡 然後掃 掃完之後 它都會 生成出 比較小的 H&M 那 第一張圖圈就是 反過來 就是把 這張套 和 音響交換 圍圖交換 圍圖交換 真的說 圍圖交換 所以說 你就會 就是 這張比較小的 比較小的那個 比較小的補片 H&M 或補片 那 你用一個 你用一個 Kernal 然後讓它變成 比較大的 OK 那這個在速度上 操作的話 它剛好是 原本的 Kernal 的那個 Matrix 做一個 Transpulse 這兩個的差 這兩個的差 就是 差一個 Transpulse 那 所以說 你可以有 相對應的 相對應的做法 就是 比如說 像 固定 固定的話 我是不是 每一個方塊 去取 如果是 那 un固定的話 就是 我要從 比較小的 把 四母還原回去 那四母還原回去 這邊大家都會有 我做 那 那 這邊的 隔止點是 最大的隔止點 然後我去取 這個最大的隔止點 這個最大的隔止點 這個 但是我要把它塞回去的時候 不知道怎麼知道 我要把它塞到哪裡去 或者是怎麼還可以 那 基本上 在 這篇配合裡面 固定 conversion level 他沒有講 他沒有講很清楚 所以 我們是用 ZPAN的解釋方式 ZPAN的解釋方式 他會講 就是 他會去紀錄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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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原回去的時候 就還原回去 那 其他部分 能把 所以說 這邊 可以做 un固定 或者是 reconversion 這樣 這樣子的結果 怎樣呢 好 在講結果之前 先跟大家講一下 我要怎麼去 去 Evaluate 一個 Follow 他在 Evaluate Cementism Mandation 這個 Test 的事情 我們會去看 什麼東西 就是 應該說 先是第一 什麼東西 N的IJ IJ 的話 就表示說 這個 這個Pixel 它原本 應該是 classI 但是它被 被預測成classJ 然後 N的話就表示說 這樣子有 VSEL 多少 然後 PoPo的話 我會有 NCL 這麼多個 class 然後 再來就是說 TI TI的部分 就是 PoPo classI 到底有 多少 VSEL OK 好 所以接下來 會有一些方法 比如說 我會去看 Pixel 的 Accuracy Pixel的 Accuracy 就是我真的 應該要是 classI 然後它也是 預測 classI NIN 所有的 NIN 加起來 然後 去處理 所有的 class 所有Pixel 的class 所以這個叫做 Pixel 然後 還有一個 Main Main 就是上一個去處理它 class 然後 接下來 比較特別的 就是 它叫 Main Region Intersection Over Union Intersection Over Union 這個東西就是說 Intersection 是交集 Union 是電子 所以這個有點 有點 遲到 腳踏 好 沒有 好 那 Intersection Union 就是我 預測應該要是 I 然後它結果 也預測是I 所以這個是 預測跟 真實的 class 的交集 部分 OK 下面的分母 部分 是Union Union 就是我預測是I 圓圈的 然後它真的是 I 也有I 圈圈的 也有另外圈圈的 然後就把這兩個 集合給 連接起來 當成它的分母 OK 那這個叫做 後面都會簡稱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個東西 然後Me的話就是 去處理它 的種類 讚 OK 好 然後我們等一下再繼續 那 前面有講過 就是說 它這篇 paper 是用Transcript 那種做 Transcript 那種做 所以它就去招了幾個模特兒 就是比較 就名的模特兒 比如說Alice那樣 明據去使用 然後那種 那就是 就是把前面 就是做前面做的事情 就是 把那個 那個 然後畫成Conversion 然後 後面接 那個 那 那 這個 是用 Deconversion 做的 OK 那所以說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它在 這邊有列出一些參數 基本上它是說 我在 我在Forward的時候 因為我 做Conversion 做Conversion 它需要用到 可能 那個 Promptor 的參數量 其實 很多類型號在這個 Dial的參數量還要少 所以基本上他們是說 我們在 參數量上面 是有些少的 然後呢 它在Forward看的方面 就是 我去 計算 我在做 Inference 的時候 它的時間 因為我需要 計算的 參數量 很多 所以說 我在做Inference 的時候 它的時間 可以進行 然後 比較多 就是 DMI外這個東西 DMI外這個東西 你剛才發現 就是 DGG16這個 是比較好的 所以 後面他們都會用 DGG16 48 去做 然後 大概 是 這樣子 然後 RF Size RF Size RF Size 前面有提到 Resetive Build Size 他們去推論說 這個模型 它的 Resetive Build 最大的到 是 Size Google NetR is最大的,數值大按看起來。 然後繼續走。 接下來我在做Semandy Segmentation的時候,他們發現我做出來的效果大概是像這個樣子。 就是我光選擇過,正確打字應該是有一個騎腳踏車,我應該把腳踏車跟那些東西都給抓出來。 但是我發現他們抓出來,大概很像這個樣子。 我看不出來他是騎腳踏車的。 那這時候怎麼辦呢? 這時候他們就想到就是說,其實我們在ConvolutionLayer裡面,他會有做了很多審查的。 然後你會有很多張的PTML,但你很多張PTML它其實記載著不一樣的資訊。 那這些資訊其實都可以拿來用。 他們怎麼用? 再來如果有參加我們前面的一些密道文化應該有一點在一起。 就是說我們在做Convolution的時候,Convolution這邊是原路,然後直線就會有Convolution。 那他做一次Pooling的話,你的VTML的Size就會變小了。 那他可能就變大了。 那我們在做Convolution跟Pooling的過程當中, 那他其實你在比較前面,Convolution所辨識到的那個VTML, 它的那個Elevation的Value比較高。 那那些東西他們所抓到的東西大概都會是一些線、邊緣等等的東西。 然後到比較後面,他就會變成一個比較具體的固件。 然後到更後面,他就會抓到比較複雜的部件。 或者比較大的一個整體。 那所以說,這些VTML它其實有不一樣的特性。 我到比較後面的時候,他抓到的是一個比較粗的東西。 Pooling,它會抓到一個比較粗的東西。 那我在比較前面的Layer,他抓到的是比較細的東西。 所以說,我是不是可以把比較粗的東西,跟比較細的東西, 兩張疊起來。 那兩張疊起來,他比較粗的就像, 放到這邊。 這個是不是一個很粗的東西。 那我去疊上細的時候,它是不是會被修得更細緻。 那我是不是可以更精準的去知道它是什麼樣的東西呢? 它是長什麼樣的。 所以說,這邊他做了這件事情。 第一個就是說,它有券三種FSC的內容。 那第一種就是, 就是, 就是從我們做考量學,然後到最後一層, 然後到最後一層, 直接做R-Sanway。 那最後一層,直接做R-Sanway。 它是直接把,如果單純往下到最後一層, 然後它的變成一個值的Vector, 就是用很多的Channel, 然後我可能這個時候應該用低一層之類的。 然後它直接做R-Sanway。 那A-Sanway它直接放大30多元。 OK, 就是Depolution回去, 會比原本的FSC大30多元。 好, 那這是一個Network。 好,另外一個Network呢, 就是把前面的資訊拿來用。 前面的資訊就是把那個, 前面有看到COOFOR, COOFOR就是第四次做COOFORING。 那第四次做COOFORING, 玩的FSCORFORING。 然後呢, 我拿來跟32倍的那一個, 那個A-Sanway也這樣。 OK, 然後第三種, 第三種就是, 除了有COOFOR, 還有COOFORING。 把這兩個資訊也都拿來做比較。 啊,這個是那個, Tenwork的Sanway。 然後呢, 因為其實它並沒有畫得很清楚, 那它只有在描述裡面稍微講一下。 然後把比較詳細的, 詳細的一個過程切出來。 那FSC312, 這個就是直接, 跑路旋7, 就是7層完之後做到FSC312。 然後接下來就是會有一個, 跑路旋FSC16。 那FSC16它做的事情是怎樣? 就是, 到跑路旋7這邊, 它先做到COOFORING變兩倍大。 那變兩倍大之後, 跑路旋7和, 後的這個Size是一樣的。 那 這個容極它就是可以把你加起來了。 那但是Pixtole的Size是一樣的, 如果ChannelSize是不一樣的, 那ChannelSize是不一樣的, 那怎麼辦? 用E 111的考量券, 先把你的那個圈龍變大, E 111的考量券, 呢, 你可以讓你的那個, 呃, Channel 可以變多變少 變少的話就是這樣的 那它答案可以變成這樣 變多之後再把它調整 加起來之後再放大16倍 再來就是FNT8 FNT8的話 大概是跟上面類似的 OK 然後這個東西所做出來的結果就是這樣子 11、4、32、16 然後FNT8 那 有可能有人就會問一個問題 那為什麼不再做11、14 4、22、18 那種東西 然後作者他們的東西 就是說他們在做預測的時候去算Accurts 但是他們發現說到8的時候 Accurts不是最大 那如果再往下做到4的時候 那Accurts就掉了 所以說他們只做到4 OK 所以這樣子的話它就可以去結合 那個比較出力度的那個預測 然後那個比較細的 力度的預測 然後這樣一點 那所以說 給大家看一下數字 OK 所以這邊就會有所謂的Dictal accuracy 然後Bin accuracy 然後Bin度版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預測的處理 那到那個FNT8的版本是最好的 好 那接下來我們可以看一下 當它跟其他的Network 那在那個時候 那時候就是2014 2014年的時候 當時做最好的是SSD OK OK 然後大家可以看一下一個FNT8的版本 然後跟SSD跟Runchoose 看起來它的差別會是什麼 就是 像這張的話 基本上它都預設很漂亮 跟你的Runchoose 差別 R60 跟雲一鍵 OK 但是SSD有什麼 是車子吧 喔 車子這裡 對 然後 但是在這邊 它的那個情況比較不大的時候 它的 預測就會破掉 破碎 然後 像這個羊 下面會被擠掉 然後 船 這個 預測應該原本裡面 就是整艘是完整的船 但是這邊不知道這個有什麼東西 就是預測變成別的東西 不是船的東西 OK 好 所以說這一片它的重點在於說 它 用FNT F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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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說它可以 Arbitrary size 這個 因此 我們每一個 任意大小 都可以塞進去 因為它每次都會做 操作 可以做 然後再做 好 所以這個東西 它可以能去限制它的 size 那再來就是 嗯 我可以 我在train 那個 地面局的時候 我不用像以前一樣 我要是先 那個patch 然後一個patch train一次 那我一張可能 7月3號 就開始 那它就要 train一次 我這個就是 一張 一次下去做 然後 再來就是 它用的前面 人家已經會 train好 然後下去 蓋 然後再來就是 說它提出的 然後再問 那用比方多 尋找的方式 去做 然後可以得到 它的錯效果 好 那所以說 基本上 你可以得到一些訊息 一些訊息 就是說 你當你看 我尋找的 它的力度會變速 但是它抓到的方式 比較大的方式 那再來就是 它給我們一個 tint 它是說 我們可以去結合比較細 比較鬆的 這樣子的 的方式 來 讓我們 有 預測的結果 跟形成 所以這個 我們叫 skip的architecture 就是 嗯 應該如果有 知道其他面會 也有類似的 就是把前面的 skip 直接接到 好 好 接下來呢 我們還會稍微 遇到其他 相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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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錯的 影片的 發展 好 那這個就是 2015年的 work 那這篇的話 基本上它還是 開放前一篇 在路實驗 這個work 然後他們就想到 好 那我就直接 conlusion network 這樣 Dconlusion network 就直接 拿來 所以說 你就可以看到 那這邊做 conlusion network 然後那邊 有一個 對稱 它是 對稱 是 比如說這邊 masculine在做 對稱 然後這邊就是 直接做 conlusion 然後 完全是 對稱的 對稱 這個東西它 它看到 就是 你在做 影像 深層的時候 後半 你 conlusion network 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 如果你有沒有看到 是 腳踏車 那腳踏車 在 這邊 14乘14 這邊 看到的分析 是 兩個東西 OK 這邊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邊看到 兩個東西 然後 它 14乘14 這邊要抓 28乘16 之後 它會 被 打散 打散 這天做的就是 我剛剛講的 Decopulation 你真的做 acculine 回去的時候 然後去 記起前面 masculine 它的 最大的位置 在它們 然後去把最大的 塞回去 那其他部分 所以其他部分 大家看到 就是 腳踏車的蚊子 然後蚊子被 拆散到 小蚊 然後 我再繼續做Decopulation 所以說 你會看到 在 比較粗的 它看到 就是 兩個大蚊子 然後 當我回去 要生成一個 影像的時候 生成我們Label的時候 它就會 漸漸看到 腳踏車的 形狀 OK 再來 最後 OK 所以這個東西 它是 前面的那個版本 然後再做一些 一些顏色 好 那 接下來的話 接下來的話 你可能會問說 啊 我們前面不是講到說 它其實是可以用 skip的 content 就是把前面的一些 information 拿去 那 這片我們沒有做 嗯 有一個叫做 unet 這個東西 做 OK 這個其實跟前面很像 這邊做 廣告圈 然後那邊 進行動 進行動 OK 那接下來 它要做什麼事情 就是把這邊 操作圈的比較細緻的資訊 然後拿去最後一層貼 然後把這層的資訊 拿去上官員的那一層貼 所以說這邊的那個 所以說這個東西要是拿來做什麼呢? 這個東西要是做的去影響 那這些影響影響就是我在一些 這是電子行為室 那你在電子行為室上面看到的細胞 因為細胞有時候太多,太多就是像那個樣子 然後你可能看不太出哪個細胞跟哪個細胞都連在一起 它的輪廓是長的 我可以用Semitic Semination這個技術去幫我去晃出那個細胞的輪廓在哪邊 然後這樣子我就可以去數它到底是什麼細胞 然後這個細胞到底是什麼 所以說這個Unet和這個Warm是做在醫學影響方式的開設上面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它的效果 我看起來是還不錯 它的邊緣真的跟細胞的邊緣很接近 除了那個比較看不出來 那這邊也是2015年的問題 那接下來呢 劍橋大學 他們提出的叫Signet 那Signet就是前面的一些特性都有用的 就是condition 然後decondition 然後接下來呢 他有把前面的資訊拿來用 就是stil architecture 那接下來好像提出來是什麼 就是conclusion的 decoder跟decoder 所以大家最知道應該是olocode decoder這個東西 那olocode decoder這個東西 它就是我給什麼 S給同樣的東西 然後Y給同樣的東西下去train 那他們這個架構的話 也是可以用同樣的方式去做train 那這天他提到的是什麼 這天他提到的就是說 我在前面前面的一些workbook 他們都是用前任Pretrain號的model下去做train 那前任Pretrain號的model下去做train 那他們training和train過的東西是什麼 那那個nable就是認了那些東西 那這樣子他們很難做到end-to-end的training 那所以說他們提出這個coder decoder的架構的話 然後他們就可以讓他去做end-to-end的training 那所以說這天建材大學做的 所以這邊的話你就可以把它拆成前面是encoder 後面是ecoder 那encoder這個東西 所以說他們的特點是他比較高效能 然後他們又降低了一些殘數量 然後他比較普遍的就是他可以做end-to-end的training 好 那這些東西看一下就是東西也變到最後的樣子 也沒有最後這邊我們有講到 那看到這邊有一些小小的心得跟大家講解 就是基本上你看到ecoder的這樣子的東西 ecoder 基本上它是把一個實體的資訊 把它轉換成一個比較抽象的比較高階的概念 那這個高階的概念它可能會被移植成一個factor 被移植成一個simile的形狀 那 decoder這個東西呢 它就是放過來就是把當一個高階抽象的 把它剩成一個補叠或者是一個simile的東西 那這個東西其實跟 確認有在講就是 discriminative model 跟 discriminative model 其實很像 discriminative model 這個東西可能是希望去做分類 那我去做分類的話 我就需要去知道在它背後 比較高階的比較抽象的概念是什麼 比如說 discriminative model這個東西 就比較像說我們看到一個男孩男生 那你可以說出它是一個男生 但是 discriminative model這個東西 反過來就是說 在你的心裡的男孩或男生這個概念的時候 你可不可以想像出它是一個什麼樣子 那我要讓model這樣子產生一個圖片的能力 這其實跟 decoder decoder這個東西很像 其實我只要把它拆開用 我可以一起train train完之後我拆開用 拆開的話 decoder它就比較像 discriminative model 那 decoder這邊就會比較像 所以說你這邊train完之後 可以拆開 拆開之後 我會給它一個vector 那這個vector裡面它是含有一些高階抽象的概念 那它就可以把我們去生成 跟這個概念相對應的那個補品或東西 所以基本上 在這邊來說 我覺得我們要找的 就是比較高階抽象的那個東西 其實才是真正的原因 這件事情 可是其實他們前面講的那個不義沒有很明確 然後或者說 這個東西啊 在 在 在那個 像電動系統的這個 裡面剛才講的 就只能是 就是 比如說 一個男生 然後 一個男生的圖片 然後 只把它叫男生 但是如果把這樣子的task 應該說 把semented這件事情 搬到NLP的那裡去的話 就變得不太一樣 但是我聽那邊的semented叫什麼 叫什麼意思 那這兩個東西可以建立起這個關係 所以說 我覺得這個東西你在 Ecoded Ecoded到 後面變成一個 高階的圓地的時候 它其實是可以跟 那個LLP的那邊去找 那這邊的話 Ecoded它會比較像 Ecoded它會比較像 在 數學上的一個 pure function pure function 不是我騙你一張照片 那給我相對應的示範 然後我就做完會 就是你給照片 跟我說是什麼 給照片跟我說是什麼 但是這個什麼啊 它什麼呢 我辨識出來的東西 變動什麼 它其實是沒有 沒有管理性的 OK 就是我 我就 給照片 比如說 桌子椅子 然後桌子椅子 我給椅子的照片 它可以跟我說 給桌子的照片 它可以跟我說 但是 我會想到說 桌子跟椅子 它們其實很常 放在一起 對 那很常放在一起 因為這個東西 才有辦法產生意義 就是 你在講話的時候 你看 可能會像 就是教室跟桌椅 那桌椅這個東西 放在一起 那它們兩個應該是有東西 OK 這是 個人的 小椅子 好 這樣 好 謝謝大家 有人有問題嗎 他去的時候 他要需要對每個Label先 就是 先要對每個Pixel 進行 遇起來的Label嗎 要 要 要 他那麼多Pixel 要怎麼 對 確 確 可能是 很麻煩 嗯 就是 嗯 這個 這個 因為它的Ground Tools 就是 它是 它是 你要去把每個Pixel 就是 沿著它的邊去把它畫出來 其實這個是 人畫 然後這個是人畫 這個叫做 那個Picture 的Anonation 所以 應該很想像 有沒有 留出一個 寫出Pixel Anonation 就很明顯 小工具 只是說 呃 這個 以往 是人家去標的 就是你要把裡面的 裡面的物件 和它的音樂 然後畫出來 然後畫出來 然後畫出來之後 你要跟它說 這個是什麼 對 然後 所以這個非常好明顯 然後那個 我每次錯的話 你一定就在 就是這樣 沒有錯 我一定就在 我都要找 我都要找 我每次錯的話 這個 這個 很Base 然後 我都要 pa 我沒有錯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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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前有這個書的軟體 這個是東德東大學做的 然後它是叫公理工 這個東西是讓我們做標註的 我們這個做標註的書要標這輛車子 如果是傳統的作法 就是你要沿著邊 你要沿著邊這樣子去扭 這個軟體牙的搭配做的是什麼 要滑鼠嗎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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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就是Modic Level 一般来说Modic Level的准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大概会用Questment去做 那是说以往是做在这张图片 然后是这边不做在Modic Level 那这边我不确定有没有其他更好的可以用 如果目前大家是做完Schedule的问题 大概会用这样的方式 像是刚刚你做了这几个身后 好像我们都发现说 他那个什么分成出来的结果 都比原本光处还要小的面积 还要小 面积来看好像飙不出来的面积 都比原本光处还要小 嗯 这个 这个 就是 对 所以 想要有哪个分成 所以 主要是 我是 我是 怀疑说 Long Scott 就是说 他如果说 他 你如果算是他容易的话 那分子是他的标准 分子那里 那他算出来 会不会是变成鼓励他变成比较小的 就是 错的比较少 他的 他算出来的结果 会不会感到 嗯 没有没有没有 那个 那一个问题 他只有 放在 Testing 那一套上面 他并没有去 那个 Testing 就是 就是 去看 那个 就是 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都是 Testing 非常清楚 那 Testing 在Testing的时候 他不是 这些标的当成 的交换能力 那 那 以往 就是 在Testing的时候 这家话还是用 就是 Losanction 最低 那个 当成的目标 还是用 Losanction 去看吧 那 Perset就比较本身 就是说 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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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测跟 你的结果 那 跟 我的类伍越相越好 对 因为 他是去算 你 Testing 的相似性 就是 把 Losanction 然后 把 Losanction 看 Testing 到底 差多少 好 谢谢 其他人 有其他问题 因为 我 目前 因为说我这篇 我只有这样 这篇 配合到 比较大致的状态 然后 很多的细节 啊 他就不能拿 的 Design 譬如 情侶 我觉得 他都在 那个 配合里面 拿出了 然后 他有去处理 Cost Balance 的问题 其实 不能说处理 他是去看 去确认 有没有 哪一类的东西 比较多的 他会造成 rebalance 他其实没有 他有 去 描述到这件事情 然后 然后 他们拿去 计算 那个 UI 的 Ui 就是 就是 这边 这边有提 就是有一个是 Ping UI 那 Ping UI 的东西 他在 Appendice A 那边 Appendice A 那边 他有去计算 所以 因为 因为你 做conversion 你这个 思路 就是 这个 就是 你给不同 倍率的 给不同 倍率的 方法 他其实 不同倍率 有不同倍率的 UI 的 极限 然后他要去算 那些 他怎么去估计这些 他把Ground True 丢进去 就是 Ground True 是当 Ground True 丢进去 然后做 那个 conversion 然后大声 大声 出来之后的 那个分析 直接拿起 他来 那边 然后他就估计 这件事情 所以这个 他的上限 是一百合 但是 M8 8 这个上限 值 他分段是 96.4 这个最高 所以要做到 90 然后 所以 不同的 不同的 鼓励的方法 他也不然 自行 这个大家可以确定 我在Payless上 看看 这还蛮有趣的 然后 好 很小 算了一个小时就结束了 好 那就 自由的讨论 结束了